克莱恩仔细听完 反问了一句 所以 你怀疑那些侦探们见到的泽瑞尔是别人伪装的 伊恩拿着自己棕色的圆顶帽子 早有思考般回答道 这是一个可能 但我认为他的难度太高了 高到需要承受极大的风险 聚会是在晚上 灯光确实不算明亮 可参与的人大部分是侦探 有着敏锐观察力的侦探 仅靠假发 胡须 化妆品等很难瞒过他们的眼睛 或许某种非凡能力可以办到 就像蠕动的饥饿所具备的那样 克莱恩刚才的问题有个小小的陷阱 想从大男孩伊恩回答的内容 脸庞的表情和肢体的语言里判断他是否接触过非凡者 是否对神秘领域有一定的了解 初步的答案是没有 伊恩见莫里亚地侦探微微点头 赞同自己的推理 于是继续说道 我相信那些侦探们见到的就是泽瑞尔先生 只不过他并不自由 处于别人的严密控制下 无法传递出求救的信息 他之所以不回应我的联络 就是为了让我警觉 让我找人帮忙解救他 合理的解释 克莱恩松开交握的手 往后做了一点 让自己看起来更放松 更让人有信心 伊恩沉默了十几秒 略显郑重的开口道 我想委托你调查泽瑞尔先生 确认他目前的状况 只需要确认 考虑到对方是替侦探搜集情报和消息的半专业人士 克莱恩有心结交 笑笑道 那你打算支付多少报酬 你应该很清楚 这件事情也许会非常危险 伊恩动作隐蔽的低头看了眼自己老旧大衣的口袋 斟酌着说道 有两种方式 一是我直接给你足够的报酬 让你满意的报酬 之后不管任务是简单 还是困难 都是这个数目 除非你受了相对严重的伤 二是我预先支付五磅 等你完成委托 再是事情的难度追加费用 但这容易造成纠纷 即使有合同约定 克莱恩装出思考的样子 过了接近30秒才低沉说道 或许可以这样 你预先支付五磅 等任务结束 再帮我做三件事情 放心 不会是有什么难度的事情 都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并且不会让你感觉太为难 这可以在合同里约定 伊恩皱了下眉头 旋即站了起来 前倾身体 伸出右手道 好的 克莱恩与他虚握了一下 从茶几上抽出一份他早就准备好的制式合同 拿起原副钢笔 将刚才谈好的细节全部添加入内 并按了确认的指印 签署好合同后 他给了大男孩伊恩一叠白纸 看着对方书写泽瑞尔侦探相关的信息 过了一阵 他边翻着这些资料 边随口问道 如果有紧急情况 或者确认好了泽瑞尔的状况 我该怎么联络你 伊恩抿着嘴巴 好半天没有说话 直到克莱恩抬头望来 才略显僵硬地回答道 不需要联络我 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的 他没再多言 从老旧大一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叠厚厚的钞票 他们似乎严格按照着面额从大到小的顺序层层叠加 非常整齐 伊恩先从最下面抽出三张一磅面额的钞票 接着又数了六张五苏勒的 最后是十张一苏勒的纸币 看见对方将钞票摆放得整整齐齐 连几位国王的肖像都必须人头朝上 不能有一点差错 克莱恩忽然有些烦躁 这是强迫症晚期啊 他无声吐了口气 接过了对方推来的报酬 根据他的目测 伊恩剩下的现金不会超过三磅 估计是把所有积蓄都带在身上了 如果我刚才要求更多的报酬 他最后会不会逃单 他的长相倒是不像那种人 但人不可貌相啊 克莱恩随意的折起那些钞票 塞入了衣兜 没去管整齐不整齐 于是他成功的看见伊恩的表情略有扭曲 我争取尽快完成调查 克莱恩边站起边伸手 做出送客的姿态 感谢你的帮助 伊恩诚恳递道了声谢 因为对方给的明显是折扣架 目送比真实年龄成熟了许多的大男孩离去 克莱恩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私地无声自语道 这件事情的水很深啊 伊恩从头到尾就没提过泽瑞尔侦探最近在调查什么事情 有吩咐他搜集哪方面的情报 算了 收多少的钱 管多少的事 我只需要确认泽瑞尔目前的状况 他转过身体 走回客厅 随手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面额为四分之一辨识的铜臂 当铜臂翻滚网上 克莱恩眼眸转身 默念着这件事情是否存在超凡因素 然后 他右手摊开 试图接住下落的铜便是 当 硬币从他的指尖划过 落到了地上 咕溜溜滚出好远 这种结果就意味着占卜失败 看来伊恩隐瞒的事情比我想象的多啊 信息缺乏到连模糊的占卜结果都得不到 克莱恩往内收紧下嘴唇 上前几步 弯腰时取起纳眉铜臂 当天晚上 凌晨时分 贝克兰德乔区域墙威长街138号 克莱恩换了一身便宜的浅蓝色工人服装 嘴边 下巴和脸颊粘满了黑色的胡须 乍一看去 竟有种粗犷野蛮的味道 他头戴一顶深色鸭舌帽 帽颜压得很低 几乎快遮住眼睛 这种帽子原本属于印第斯共和国的猎人 和鲁恩王国传统的猎鹿帽有一定区别 但最近开始流行于贝克兰德的中低阶层 藏在道旁印第斯梧桐树的阴影里 克莱恩借助造型典雅的煤气路灯 打亮着对面的房屋 那是泽瑞尔的家 这位侦探是南威尔郡人 父母 亲戚和朋友都在那边 他只身一人闯荡贝克兰德 逐渐有了鲜明气 他还是单身汉 只雇用了两名零食的女仆 就是每隔三天过来清扫一次的那种 不用管食素 此时 他租住的那栋连排房屋没有丝毫的灯光 一片漆黑 克莱恩解下左腕袖口内的银链 让黄水晶吊坠自然垂落 里面有危险 里面有危险 连续七遍之后 他睁开眼睛 看见零摆在顺时针转动 但速度很慢 幅度很小 有危险 并不大 克莱恩低语一句 再次确认起身上携带的塔罗牌 自制符咒和圣夜坟等物品 做完这一切 他环顾四周 趁着夜深人静 敏捷地闪到了对面 泽瑞尔的家没有外廊 没有花园 没有草坪 直接临着马路旁边的街沿 克莱恩绕到侧方 顺着自来水管道 轻松爬至二楼晾晒衣物的小阳台内 紧跟着 他掏出一张塔罗牌 塞入缝隙 弄开了通往走廊的门 按照伊恩绘制的房屋布局图 克莱恩脚步近乎无声地来到了泽瑞尔的卧室外面 他倾扣左边牙齿 开启灵式 隔着木门 望向了里面 灵式是可以穿透无灵性的障碍看见气场颜色的 但这和本身的水准密切相关 克莱恩目前可以隔着木门观察 却无法战胜石墙 并且看到的景象不会太清晰 他的视线内 门后的卧室里 有三团人形气场 颜色朦胧 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 始终埋伏着三个人 为了抓到伊恩 或者别的什么人 卧室并不大 克莱恩立在黑暗里 冷静地思考着观察到的结果 这时 他呼得向着阳台方向退去 脚步依然很轻 回到阳台上 克莱恩从伊兜里拿出了一枚银制的薄片 这是他下午视作的沉眠符咒 他没有向黑夜女神祈求 而是以自己 以部署于这个时代的语者为对象举行仪式 然后进入灰雾之上响应 由于这种方法难以调动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的力量 克莱恩只能以本身的灵性回应 最终做出来的符咒比正常的差 但要好于我以我的名义方式制作出来的那种 勉强够用 再次审视四周 克莱恩眼住嘴巴 低声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单词 飞红 感受到符咒一下冰冷后 他快速但无声地再次移动至泽瑞尔的卧室门口 一边握住把手 一边将灵性灌注入了银制薄片 支亚 克莱恩小心翼翼地拧动把手 悄然将房门推开了一道缝隙 紧接着 他把手中的沉眠符咒扔了进去 略意回收 克莱恩重新将房门合拢 开始没数 三 二 一 他猛地推开房门 就地一滚 因为没有感受到那三个人的动静 克莱恩站了起来 借着窗外照入的飞红月光 开始打亮房间内的场景 这是一个布局正常的卧室 有一张床 一排衣柜 一张书桌 一组小沙发 一个衣帽架 床的另一侧倒着各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他正呼呼大睡 睡得很香 另外 小沙发的旁边 衣柜的前方 分别还有一个人 他们都进入了沉眠 确认过那三人的状态 克莱恩放轻动作 走至床头 弯腰找到了几根黄褐色的短发 而根据伊恩书写的内容 泽瑞尔侦探正是位有着黄褐色短发的男子 应该没错了 克莱恩低语一句 握着那几根掉落的发丝 来到小沙发位置 缓慢地坐了下去 坐于染着些许飞红的昏暗里 打算用梦境占卜的办法寻找泽瑞尔 后靠住沙发背 她嘴角上翘 无声自嘲了一句 这就是推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